好了 又回到第二節 上一節我們有講過 譬如說我們要討論一下 淫審條例究竟是什麼 是審什麼呢 蔣年妹 首先講清楚 有些人以為淫審處不是法庭 其實是什麼東西 應該說有些人淫審處 以為是一個政府部門 我感覺到有些聽眾 可能以為淫審處不是影視處 都是處 不是 相差很遠 相差很遠 淫審處是屬於我們的法庭部門 其實它是一個法庭 其實是司法系統 但是平時我們的電檢 不是的 那些就是政府部門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 因為電影是分開出來的 不在計劃中 反而這個我同意 那個尺度很簡單 反而陣家可以講講淫審的尺度 其實我們覺得很灰色 所以這個真的值得雙確 電檢很簡單 一二三級 二級 如果你說樂而不淫 其實已經算是 三級很簡單 其實反而三級很客觀 我覺得三級 基本上電檢 就是有性器官露出 就已經是三級 甚至四級 四級都有客觀的標準 例如男性貝起的性器官 如果看到的話 可以過四級 所以一二三級是有很客觀的標準 反而任審 我就不見有這樣的標準 反而任審是很靠 評審員的尋則 其實回應一下 為什麼 你先說 那麼在這個 上年 2012年的3月19日 在這個立法會的司法 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面 這個前任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 蔡傑銘先生 曾經也承認 當然 走回陳冠希的淫照事件 就是說 每張照片 究竟屬於淫舌還是筆雅 確實存在膚色遞大 稍後 是會向其他公眾咨詢意見 所以政府方面 自己都知道 是有這個杯式地帶的 所以就 不要緊 大家不知道不要緊 政府自己都覺得是很狠狠的 去到你說淫審這樣 我想問 淫審這樣其實是做什麼的呢 其實她本身的立法原意 就是因為 因為是很明確 道德標準是會隨時 會變的 好像 你可能六七十年代 比堅尼出來已經 哇 很誇張的 可能到現在來說 你看看 每本雜誌 整天都比堅尼的 是不是 這個就是所謂 道德標準的轉變 所以 為什麼當時 沒有寫得那麼清楚 就是因為 相對 現在社會來說 是會不斷轉變的 所以她就把權限 給了法庭 我想問一下 那是不是就是說 現在淫審處 其實淫審處 真正的作用 主要是審出版刊物 那出版刊物的審查 即是執法和司法是同一個機構 我可以這樣理解嗎 你不可以這樣理解 你應該是把它理解做 當然 你可能對有些人來說 他會覺得是司法和行政 反正事實上來說 他整個都是屬於司法 不是 政府自己都說 他是一個行政 你的意思就是 他的諮詢文件 他的改革淫審處 那個組織的職能 他自己有版 PowerPoint 就是把行政職能 撇除於裡面 這個是2012年 第二次公眾諮詢 那時候 自己政府的那個東西 但你現在說 那個行政 政府自己都說 他女生 是有 Certain的行政部分 在裡面 所以他是一個很奇怪的架構 你意思是他執法的部分 例如他執法人員 他扮演 例如最簡單的 就是警察 警察的角色 他會不會做一個法庭的角色 其實是不會 你意思是 那份文件 其實他是不是這種 政府自己都知道 所以他其中一個 改變的建議方案 就是撇除行政部分 他有一幫PowerPoint 行政有一個很大的交叉 我的理解 我反而 我的理解 我那個字面的理解 我反而有少少不同 我的理解 它那個所謂的行政 就不是我們理解的行政 立法司法三權 就是他不是那個立法 這個是比較難明白的 我自己也很難清楚 有沒有英文法 現在手上沒有 因為我們看中文很難明白 其實 Jenny 你的理解 一向是怎樣 我對法律的理解 其實我覺得 他行政的部分 不算多 你最多說他行政的部分 只是他的評定的部分 但我又覺得 評定的部分 其實應該是法庭做的 最簡單就是 例如這樣 現在的檢控 我們是由司法系統裏面做檢控的 其實最簡單就是 你當任實 都是用一個這樣的系統 那也是 事實上 事實上是 事實上是 他選擇 例如選擇什麼人檢控 其實是由他自己去選擇 可不可以這樣理解 而現在大家最誇張的地方 就是這樣 其實在公訴案件裏面 他很多時候 就算普通 我說普通 一般交通案 他有時候都告 有時候不告 這個你又可以說他選擇 其實我覺得是一樣的 但問題是 如果他判了你這份事 是沒有事的 那他就不判 那如果我判了你這份事 是淫事或者不雅 那他就不會告你 問題就是 曾經是會有 一模一樣的項目 不同人出 一個有事一個沒有事 這個是那個問題 長期以來爭拗的就是 這個組織為什麼這麼奇怪 這麼令人摸不著頭的地方 其實不止這個部門 其實你看看很多案例 都會有這樣的事發生 這個我不否認 但是集中在這個 的討論來說 這些是一些例子 但是我想問一下 今次Comic World 主要告他們告什麼 其實 如果要告的話 都是淫蝕和不雅 都是他發佈淫蝕不雅 不是 是發佈不雅 還有管有淫蝕 當然包括出手 但是事實上 那個赤道是由淫審拿回去審一下 當然 現在現實的情況就是 I am 口中 可能有很多人 其實現在參與其中 就是淫審的參與者 就是很多可能是明光社 明光社說真的 這些激進的保守道德主義者 其實我全世界都有 你打算說他不對 但是我又不見得 有什麼辦法可以對抗 唯一的辦法就是 多些人進去淫審那裡 聽說歐陽你 我報了名 我認了 我報了名 我進去做 心體力行這些 我想過 不如這樣 我積極點 我那個年代的人 其實我抗爭就真的沒有興趣 我傾向就是 既然你認為他不公道 不如進去幫忙 我覺得就 一於我報了名 就進去看看 有多少個人進去 投票的程序是怎樣 甚至乎 如果你說到時候 真的有很多明光社進去 我們 我相信香港 沒有50萬 沒有50萬也有30萬 但是30萬人裡面 100個人一個報名 也有3000個人報名 那個組織沒有那麼多人 我就是想著 我意思是 廣泛一點 多些 多些普通的動漫迷報名 有錢給的 何方 任審 Janny會介紹我 報了名 一天有八個水 六個水 一天有八個水 我補充 大家如果對這個組織很有問題 絕對可以找回 我很有興趣 我都知道 是一份筍工 對 找幾個水 因為 其實 政府部門 自己內部都有些相應 其實如果大家有找相關的新聞 都經常見到很多人引述一份審計處2004年的報告 當然可能說 2004年我十年前很久 不好意思 這份最新的 對上那份是99來的 是 是啊 很久了 99年才看一次 99年到現在 我再補充 我再補充給你 其實自1987年開始 任審柱的審裁員 是有錢收的 做半天有四個水 很棒 全日有800 那如果 就算我不當你是 我不當你是 早九十二 早九十二 叫半天 我當你是 八到一 五個小時四個水 你時薪也有八十元 是啊 我建議大家去他的網頁 填一份很簡單的表 我就填了 那你可以寄或者回去 十分之划 那他有什麼要求呢 他要求基本上就是 你有三個性身份證就可以了 基本上是 香港人就可以進去 其實是啊 沒有任何要求 難聽這些說話 基本上是 那他是成為一個評審員 那我任期就要三年 很開心的 還可以繼續委任 怎麼會不委任你呢 找不到你 那是非常好的信工 但是那個問題 審計處的報告指出 這些是背景資料 問題就是說 他在2004年那個年代 應該有八多人的審裁員 問題就是說 在這些人裡面呢 有二十一個人是很積極 是的 較為積極 他用的字 在十一個月裡面出席了 四百二十五次會議 佔了總次數七百零七次裡面的六成 那這二十一個人 基本上就總攬了 淫審處大部分的審裁工作 就是一個問題 香港六百萬人 淫涉及不雅的定義 就在二十一個人的手上 那如果我們用一個 延伸一些 或者陰謀論小說 如果那個情況 從2004年到現在都沒有改善 我們可不可以慶祝淫審處 是不是二十一個人在手上十幾年 對 所以我發覺 你說完這件事之後 我就報名了 我發覺 你不說我就沒有留意 你說完之後 我才發覺 這麼荒謬 很荒謬 於是我就這樣想 與其抗爭 不如樂觀些 就是我們希望走進去 希望我又遊說那二十一個人 我靠我日日夜夜 反正我有空 我相信三十萬動漫迷店都有 一百人找一個 一千人找一個 也有三百人 一百人找一個 有三千人報名 我們可以攤勃 用我們的道德標準去遊說他們 我們可以用愛心去感動他們 其實我不知道那個人數有沒有改變 其實是04年審計處報告 他後面有個表 有提到審裁儀的年齡組成 你見到就覺得很奇怪 他的年齡組成 在四十至六十歲的組別 佔了七成 那這一班應該是最色的那一班 我不管 你這個真是很不科學 但問題就是 那個年齡層不應該太集中 因為他其中 我沒有特別抽出來 但我自己記得 他當中裡面 二十至三十歲的組群 只有一個人 一個人 百多個只有一個人 你講真 這些可能是因為小報名 小人報名 那自然抽出來的抽樣 就是少了 因為其實很尷尬的 就是說 條例本身 他的第十條就是說 要需要考慮 合理的社會人士 普遍接受的道德禮教標準 那審計處當時就是說 任審處理指 那本就沒有什麼去renew 你這個所謂的基準 而那件荒謬的事情就是說 它內部影視處是沒有就民意調查 就是去renew 他這個基準 他的民意調查 有一個次數的規限 他第一次的民意調查 是在條條例完成修訂之後 十二年 十年一樣 你這些東西 當然是有一個方法 那就是原來十年才renew一次 那個東西 會不會好似疏 那些呢 即是你公屋起樓 我都跟你說五年搞一搞 你都不會去到這麼過分 那當然啦 剛才我都回應歐洋那句說 是大家可以很主動去報名 但絕對不需要害怕的 那也都剛才講過的了 就是在這個2012年5月23日 第二次任審諮詢的公開論壇 有人質疑過就是說 我們報名的 但是 當局拒絕我們申請 對 我就是認為是這樣 人少而已 純粹是 我就不信 三千個人 即是 我講大的動漫迷 由十八歲 到三十八歲 到六十八歲都有 我就不信 一大群人湧進來 你都不抽我 即是我們現在 那真的全部跟你拒絕 怎樣呢 不要緊 我們如果那麼多人進去 在紀錄裏面有的 即是 據終審計處 會出到的數字 嘩有三千個人報名 但是還是找回那二十一個 這件事這麼荒謬 社會上會有壓力的 樣子壞事也不能做得太出面 社會上有壓力 就不會我跟你說 你才知道十年前有份什麼 那我所以就立刻積極些 何況有幾塊水 港大動漫迷 現在幾千 一本漫畫 三十多元 喂 夠買十本書的了 你審裁一個小時買三本 大哥 就是咯 制得過的 我在這裡呼籲 港大動漫迷 數碼生活頻道的聽眾 參加 因為有錢賺又幫到手 但是呢 我又提醒一個問題 就是說 二十到三十人的群組 只有一個 他的要求是 國方 對了 那麼 國方不一定要用年齡來分 我又覺得 二十到三十歲 你剛剛讀完書出來 我相信也是取養率的問題 你說可能是那些人報名少 最簡單是陪審團 我也覺得是 陪審團都是某一些年紀 多一些 是的 但是我現在呼籲大家 既然這麼多動漫迷 這麼多年輕人 讀大學的可能都是二十到二十三歲 那你就報名了 多一些報名 多一些走進去 我們可以游說 其中一樣 我覺得大家就是覺得 原來現在有些是 保守主義者 在裡面 令到那條線收得緊 我客觀一點這樣說 就是 因為那條線收得緊 所以令到 大家難發佈 那我們唯一積極一點的方法 就是令那條線寬鬆一點 如果寬鬆一點的方法 就是多些人參與 我想這樣說對不對 我站在一般人的立場 我會寧願 要那條線高度高一點 起碼好過一班黃禎友 在那裏做這班委員 你說哪個黃禎先 好令人不懂 就是那是那個黃禎 還是黃禎導演 在那跳舞那些 你說黃禎導演 拍出來的那些戲 就是我會覺得 我覺得 我寧願這條道質線高一點 好過低一點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過往有一些 譬如說 支持同性戀的組織的人 去apply 是全部人都被人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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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個問題就是說 有人質疑 就是說 你是不是很集中 某幾個feel的人去執 你有沒有黑箱呢 這個是 現在的問題 其實 這個人有一點我不知道 因為審裁員 他每次審一件事 他抽幾個人出來 他不到幾百個人一起投票 不是選港者 那個問題就是說 我留意到審計署的報告 有一件事就是叫他們 你們用電腦抽 不如改善 那我質疑了 究竟 你現在找那幾個人的制度 是不是找來找去都找那幾個人 就是 你二十一個是二十一個找到的人 那你來他都是在那二十一個人抽的 不是他有空 我又相信 不是 香港政府呢 或者香港這個地方呢 說真的 我都不信政府的機構 是偏幫得這麼厲害 因為太離譜 太醜醜的事情 這裏不是做過 太醜醜的事情 其實做不出 我反而覺得 我們應該想一下 為什麼那二十一個人 長期可以Dominate那個地方 那當然是他有空 我又不想你得空 比我 人家庭都是在工 幾點都可以的 我約你今晚三點 人家庭都是在辦公時間做事的 請注意 是 反過來就是 我們現在需要的就是多些參與 就是 我都很sure 我認為那二十一個人肯定是專程去的 如果這樣說 就是根據這份東西 都不 他這樣寫得出來 他都好像你說那樣有錢收過 一來賺到錢 二來呢 即是當工的了 是 二來當賺食都不錯 就是好像你剛才說 二十歲到三十歲 最忙賺食 你還要請一日假去做這些事情 我讀大學的時候 如果我知道這件事我一定會去的 都說你讀大學的時候 我鬼不知道讀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呢 好呀 好呀 這件事都不用說 各位同學聽到的 盡快報名 很簡單 一填一張方法 我已經填了 先講到這裡 哪怕呢 其實那個論壇另外有其他人說的 包括是做過審裁員的人 做過審裁員的人 他自己都質疑就是說 我照讀那個文字 參與分類的過程中 如何決定物品的分類呢 涉及個人深層次的道德標準 但他亦都懷疑 每一個人用個人的基準就可以判人犯罪呢 過程很有問題 既然電台電視台的廣播守則 可以畫出具體的出街指引 為什麼不可以呢 他說 這個審裁的過程中 沒有參考學術價值 因為不知物品的來源 因為其實 大家都知道 Session這個 390 他有寫一條豁免的 就是說 一些藝術啊 文學啊 那些是可以豁免的 但問題就是說 你要去抗辯理由 你是要打官司的 亦都不可以就內容作為抗辯 這個待會再講 另外我也做了另外一個 對於那個 被人 投訴的人呢 就不公平 不可以 這個就是 陳任審裁員的人 他自己在那個 思想要講的 我另外做了一件很手衡的事 我也想測試一下 既然大家都覺得 底線有問題 其實呢 我也想講講這裏 剛才那裏講 剛才其實我也講過 因為他是想給大家一個彈性 因為可能你淫蝕的 其實大家應該要注意一個對象 為什麼你剛才說給電影電視 可以這樣標準呢 即是有一個很標準的標準給你呢 因為其實他在給一些開發 開片商或者TVB 不是TVB 電視的廠方 即是一些大型的公司 還有你剛才說 有些什麼是評級的話 突然間成功 影視內容 都是在電視內容 都是在電視內容 都是對一些大型的 拍片商或者電視商 但是淫蝕其實除了對於你剛才說的 那一方面 還有出版商 其實剛才說的 物品的作者 那就是因為他可能會針對到個人方面的時候 所以他才不會這樣寫得這麼明白 即是你有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呢 其實 不是的 因為你意思 Janny這個問題就是說什麼呢 其實現在 為什麼淫蝕會在一個這麼灰色的範圍呢 就是因為有很多是個人的發表 其實反而是因為要照顧個人的發表 是啊 咦 其實我剛剛寫了一歲去 要檢檢 檢檢莫言大師的生死疲勞 其實我們之前說過了 我就試一下 你又反過來說 這樣好 那我 諾貝爾文學長 是不是淫蝕呢 是不是畢雅呢 那我又試一下 就是大家看看 測一下尺在哪裡 那不要緊 大衛長也畢雅過了 沒什麼問題 是啊 那我又試一下 試一下今天的底線 到底怎麼樣呢 那當然啦 我們當然覺得 非常好 這些是藝術品 但是 到底下去 你說去到淫審處 他怎麼看呢 其實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甚至乎 說真的 你認為有問題 其實我相信有很多是有人報 就是有人報案 有人投訴 而去送檢 那 反過來我們 就是你動漫民 都可以選一些去送檢 這些就是你講的抗爭方法 但是你又跳得太遠了 對 Anyway 我想問一下 就是 那個方法是 我有一個邏輯的 不過我待會再說下去 最後我和你講 先回到一個定例上面 其實剛才講過的 就是說 政府的官 說說有灰色地帶 一件事 他說完灰色地帶 第二句接著就是 他說 他會向這個 法例那邊 向公眾諮詢 他要拿究竟 有沒有一個明確點去定義 什麼叫淫蝕 什麼叫不雅 剛才我講過 這件事是 一二年的三月發生的 很緊接之後 在這個 4月16號 到7月15號 其實正正就是 淫蝕及不雅物品 那個條例的 第二階段 公眾諮詢 但問題就是說 公眾諮詢 結束了之後 政府就說 沒有少的局勢 拒絕向這個 淫蝕和不雅的評級定義 作一個更精準的定義 因為 剛才他之前也說過 他的定義就是 淫蝕就是任何東西 淫蝕不雅 任何東西不雅 不賣給他十八歲 當然你說 他就這個個人來講 你要case by case 去counter 所以他要寫得比較鬆 但是 對比於其他國家 這個是 我想都沒有人鬆得過他 問題在這裏 也都有說 他是把裁判權交給整個審裁員 審裁員那裏 問題在這裏 因為如果你的 rule 根本上就是 等於沒有 rule 那幫審裁員 難聽點說 那21條人的主觀意願 就等於執行這套法律的話 這個是人質的問題 就不是法治的問題 你說說一下例子的 例如說 2005年 東方日報 蘋果日報 太陽日報 登了同一張照片 東方太陽 被人判了一筆雅 蘋果沒事 另外外國雜誌都沒事 那為什麼同一張照片 會有兩個結果呢 很有趣 例如說 你剛才歐陽說 我即時畫個公仔給我 可能就已經淫屍不雅了 類似的情況也有發生過 有一間 以前在銅鑼灣的生活用品 住好一點 大家可能有些印象 2008年的時候 有一款T恤叫做 大腩膠野公園 但是腩膠呢 就是 反腩的腩 交配的膠 就是大腩膠野公園 問題就是 他那些都是火柴人 他的衣服被人判了不雅 所以剛才你說 火柴人給我 你可不可以做了淫屍 是絕對有機會的 因為火柴人也不雅 但是這個回到 就是Janny剛才說的 就是 其實為什麼要用現在的方法 就是有這麼說 我聽起來就暫時沒有什麼 其他方法 因為就是要 有個灰色 就是給 一些 最簡單 就是你可以 我如果是政府的 我就說一句 例如 我要放阿莫妍過去 如果不是阿莫妍 阿蘇童 甚至乎你說 阿葉愛蓮 那些 李璧華 大鑊 要他們過去 那 才要有這種灰色地帶 可不可以這樣說 如果太客觀的話 我一刀切下去 逢是有性愛場面就咳 大師一定大劑 但是我反過來說 那你是不是又變成了選擇性質法和人質的問題 阿 Janny 你說一句 其實 大家是不是忘記了法律的原意呢 法律的原意就是保護多數人的利益 其實它是禁止了你某部分的權利 去保障大多數人的權利 從來都是這樣的 譬如說 不讓你亂過馬路 其實過馬路是你的自由 為何不讓你亂過馬路 就是因為它要保障多數人的利益 但當然是忘記了這一點 換句話來說 因為我們小眾所以我們錯 沒有人說過你錯 時間差不多 不如這節節到這裡 我想史無前例 我想錄多一次 因為我想說少少 就是我自己的感情 又可以多一個星期 我想錄多一次 因為我有一些是關於我自己 你年輕的時候看動漫 現在的時候看動漫界的感覺 轉頭說 回來 終於史無前例的第三節 我還以為你會拖一個星期 不拖了 我們已經被人罵得飽了 這個是補償給聽眾的 是的 我們叫了IM來 當然是有多少多少 一次就出了 不要拖了 其實我想說回 這件事 其實Comic Royale這件事 我講了一點我的見解 你們聽聽 我這一節 我要做一個老鬼 我講一些老鬼的話 給你們聽 因為我覺得 聽起來 其實很容易 有些年輕人 其實有些當主 畫的也好 看的也好 其實很多是年輕人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你有時候被人掩蓋 第一時間是想到 偷 或者你起碼抗爭 起碼對抗 我們正常 你小時候 在廁所吃煙被警察抓到 我第一時間都馬上不認 這個很現實的感覺 我18歲的時候被人抓到 吃煙 我第一時間都說沒有 後來我就回去坐下 是不是有吃煙呢 有你就認 最多就是發 那怎麼辦 我反而是現在人大了 化了 我的想法不同了 是我覺得 這件事怎樣會有幫助 例如這件事 我們玩了這麼多年 為甚麼呢 其實我們 為的是推廣這件事 如果我希望推廣同人文化 怎樣可以推廣 而你說回到那個問題 就是 我到底應該繼續 做一個抗爭的手段 例如我去示威 我去反台 我下年 總之 我甚至乎 有十個人來抓我的時候 我就糾纏 一千個動漫迷 圍回他 上年試過 我反對的 因為這件事 就去回我以前 我年輕的時候 遇到的問題 所以今年的班人 搞到差不多散場 才去封艇 不需要我們 不是 不是 不要說 為不為 因為如果他來執法 他本身 你人多 反而他不敢亂來 但我 其實不是 我是反對 用一個為的方法 是為的方法 去解決這件事 如果他有拍檯 我們只可以 我錄下他 投訴他粗暴執法 去年也是對影 你拍過我拍 但是問題是我不認為 你說我用一個對抗的手段 是可以解決到 甚至乎對推廣同人文化 推廣動漫文化有幫助 這個就回到我十幾二十年前 我今年三十八歲 我十幾歲的時候 就發生過一件事 當時就是龍珠的翻版問題 當時是什麼事呢 其實呢 香港基本上我們看的漫畫 全部都是翻版來的 我親自走去 那間叫天龍 直接是一間印刷廠 在青山道的 就買翻版漫畫書來看 後來 就有人去把這件事正當化 希望正規化去發展 所以才有我們現在買到 那些正版漫畫 其實在一個很大的衝擊 當時有一個很大的衝擊 就是龍珠 因為龍珠太受歡迎 有人拿到一個版權 而當時最好笑是什麼呢 其實有部分的漫畫迷 會有一個聲音就是 喂不是喔 我都要捍衛我 影印copy 甚至乎發佈的自由 但是真的有人這樣說的 我當時也是這樣想的 但是我後來想想 其實是我們 年輕人一時二氣 你細心想想 我是不是可以長期靠 在天龍那裡用影印機拍 拍得多久呢 我問你了 我要正當發展 我首先就是要畫漫畫的 拿到錢 我是希望支持廖三明 而不是支持天龍那部影印機 我想這個才是我們真正的出發 我希望是有一個正確合法的途徑去發佈 這件事本身沒有錯 而你說去到同仁界 我要有合法的途徑 安全 不讓人掌握 而又可以讓有興趣畫畫的畫師去發展 這才是大家真正的目標 而不是中間的手段 有時候我們很容易 一給它掃完之後 我馬上想想看可不可以為多十個人來還拖 我不是為還拖 我是為明年再繼續畫 還有我希望作品給多些人看 這才是真正的目標 所以有些人選擇得離開香港 所以說真的 這個已經不是現在 你之前已經跟我說過 所以有些人就選擇 例如香港的赤道很緊 他選擇去台灣發佈 選擇去日本發佈 這個 個人選擇 是的 但這個是其中一個選擇 但又回到我們 其實我們開米前曾經討論過 到底合不合法 如果那件事本身不合法 而我是沒有可能去大規模推廣 是不是 就是 你要明白 好像我們剛才總結過 就是他們現在不是要求 他們可以做到法律的要求 他們不是要 就是跟別人 是要求法律跟上他們 就像你剛才那樣 要求是 他可以去影響廠裡影響 其實我想說兩個方向 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我們只可以作為一個動漫迷的話 我們只可以想出兩個方向 我現在想到 我很粗淺就是想到 一就是抗爭 抗爭到社會認為我們很可憐 然後去調節 希望明光社發外開恩 不要再搞我們 然後希望淫審處 再給我們機會 放鬆一點 我不是應該要讀明光社 那些什麼 那些 他們本身修訂 那些意見書 想怎樣辣 我認為的方向就是 是啊 那就是我們希望 如果我 抗爭 包括就是 我們用一些盡手段 去跟他對抗 得利又希望 但是同一時間 我又聽到大家的聲音 就是 我是既希望跟他對抗 但是同一時間 我也是扮演一個 被動可憐的角色 那我到底現在是爭取可憐票 同情票 還是抗爭就是要有一個力量 令到人人縮 台灣 運進黨 我現在講的抗爭方向 分a b 兩條 track 一個 track就是爭取同情 我們不停被打 我們已經把死了 你太小眾的話根本是沒有人知道的 這條A路就不行了 抗爭B路是什麼呢? 抗爭B路就是我們有足夠的力量 例如我們一來就圍幾千人了 終於政府怕了我們 都是要改例了 甚至乎我們動漫家 選了六個議員進去 然後嘗試去立法等等 這些就是抗爭 不是的,你要客觀科學一點 有可能的 我們列出來 我現在寫出來的方向就是這樣 剛才你說的那些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OK 那好吧 其實我又不覺得不行 我覺得幾年後都可能會 不知道 好像以前那樣影視界 可能都是小眾滿意 到現在都已經是大眾滿意 一定會有法律界的人 有立法會有代表 OK 好了 A B都不行 抗爭路線A B都不行 然後我們唯有就是 好了 那只能夠怎麼推廣呢 就是守法 等於當年我去買一把龍珠的時候 最終 好了 大家希望他繼續發展 就只有就是買正版的龍珠 我去支持了三明 我想 唯有就是用一個 合理 合法 就是如果我前面抗爭那條路 A B兩條路都不行 都不行的時候 我即是無法選擇 即已經不需要再考慮 就是已經兩條路都不行 那我就唯有守法 你當我是面對政府強權 好了 那我就只要面對政府強權 跟他的玩法 而剛才張年妹提到的 其實講來講去是什麼呢 就是既然這次的事件 別人真是合理合法 而走來執法 我們是沒有辦法去 反對他執法的話 我只能夠就是 好了 那我就再找些辦法 令到這件事合法化 例如 例如我幾同意 有些人說 大會可以幫忙 就是 好像亞洲遊戲展AGS 有一個十八禁的area zone 你進去之前要查新聞證 對啦 可不可以做些事情 例如comic world 那你把十八禁 好了 如果我們真的要畫這麼多十八禁 大量推廣 H文化 OK 不是OK的 我不是張年妹 我不是道德主義者 何況我都相當喜歡看這些東西 我都相當情形 我相當喜歡看成人內容 那 fine 那你就畫一個區 我是相當同意 尤其是相當同意 張年妹剛才說 張年妹畫高一點 我同意 你猜不到 就是一個很喜歡看鹹書的人 我是認為鹹書的人 是應該畫高一點 將一些樂而不淫的東西 包括曾志偉的掌門人 畫過去十八禁 因為我覺得 有一個清晰的 十八歲以上的人 來看 那就好 過了 你就安心去看 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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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遲些大哥仔才看 老實說 我不覺得很大問題 而今次 回到來講 comic world 是不是可以做 例如做個十八禁 送檢 例如送檢 我認為 既然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之中的玩法 就是跟他送檢 現在 你說做本的人 沒有能力送檢 很多人都說 我年輕人都沒有錢 錢 OK 我們很多動漫迷 你買多些都不行 他現在的點是 他明知道自己 可能會被人抓 但是他不送檢 不送檢 那真的有人來拘捕你了 他現在是拼過機會 沒有人去查他 沒有人去拘捕他 現在是 這樣不幸 真的拘捕到了 然後他又要說 你這樣做不對 你這樣做不對 其實根本就是輸打 這個和邏輯上有些問題 我覺得是邏輯上有問題 等一下你們可以拼我 例如最簡單 我在美國天天都燒槍 於是我帶了一支槍進來 在荃灣工廠大廈開火 然後你有一天回來 忽然間來抽清我 不是阿Sir 我每天都在開槍 現在你的講法是這樣 我是槍械愛好者 你不讓我開槍 然後我就 阿Sir又打壓我燒槍 這個是第一 第一 你沒有槍牌 是的 你說得對 所以 我沒有槍牌 相反就是 我在美國是有槍牌的 不要緊 你這個 我怕你被毒物圍打 同樣道理 因為日本的一般 向這裏的不買得 是的 我覺得 阿Sir也覺得 相當同意 既然是這樣 我們沒有辦法 我鬥你不過 我鬥不過政府 我沒有能力 鬥你 只有跟你有辦法 那我就申請槍牌 搞槍會 將這件事推廣 正當化 本來是否可以這樣發展 很難回答你 因為要那幫人可以群起來做這件事 即是你要有人去做到組織動員 或者自律 你可以有這個regulation 可以那幫人結合到 但一個問題就是 始終有個很大分的就是 正如剛才所說 比較大手那一堆很多時候已經去了外國發展 那他跟不跟你們玩是一個問題 那不要緊 那這個問題 那你普通那一班 小的那一班 那他要跟他們說 但那一班人亦都會renew 即是他們說 可能他們都是很學生時期的話 正如你所說 去到二十幾三十歲 大家忙著做事 那我反而覺得 還是應該要大學 你的組織怎樣成立 本身已經成為一個疑問 即是和人家如何組織起來 這是一個問題 是 你這樣有一兩次這樣的事件 才會令到他知道 原來不可以說十八禁本的 那我覺得是好事 即是是一個警醒來的 本身沒錯 如果你說原來說十八禁本 就要進行一個審查程序 是的 而我們 好了 Comic World的角色 老實講 Comic World其實是生意 即是你要求他做太多事情 我覺得不可能 那 我們是不是要求 例如說真的 做個十八禁區 然後 和人自發 去找一個比較有系統的送檢方法 例如 老實講 動漫不是很多律師 可不可以狗集做一個律師團 去幫大家拿去送檢嗎 即 你到尾立島 那 講真的 那是看我們團不團結 那我一個人 我都去挑戰人審處 可以玩一下 即 如果你說真的很樂觀 那 要團結 我不信 即是你說 部分肯付出的人 不會少的 其實動漫界 即如果你說 喂 真是 有個 即是你說有個有能力的人 而他不肯付出的 那 即是說你當動漫其實是娛樂 那又不是外號 兩件事來 那你是消費者 那不好意思 對不起 那你就繼續消費 都歡迎的 但你說 去到我們 是希望找一些愛好者出來參與 去幫忙的 那這件事都不是做不到 我是希望 即是你說 正面的方法就是 例如 我們可不可以幫 年輕人 你說 很多年輕人沒有能力送檢 是不是可以幫他送檢 你說 錢的問題 其實未必需要送檢 直接跟他說 這些基本上沒有看過 甚至乎我們自己 組織一個團體 本身自己看一看都知道 如果你說多幾個有經驗的人 講眼就知道 例如我自己 我現在就是去申請淫審 我就是試試看尺在哪 下次有人要出版 你不妨拿來給我看 回應你說尺那些東西 其實公眾是可以付費去查詢 過往送了有些什麼 但是問題就是 你去查 你不會知道 這個被人 查的東西 究竟他是淫屍地不合 你只知道這個東西是有問題的 而且政府當然也是拒絕 成立這些 公開資料的倉庫的 所以這件事 一向都是一個比較內部 沒有人知道究竟他怎樣判的問題 我從來我覺得 剛才說了那麼久 其實淫審我們是有些東西控制不到的 你說他怎樣評價那個作品 其實我們不知道 暫時不知道 甚至乎把尺原來很飄忽的 可以這麼說 起碼我們覺得不公道 又或者是 原來有時候 有些人是很犯道德主義的 有些就不 有時候你遇到我 你就很幸運 但是我們都 基本可以幫到手的 就是 例如有些年輕人 他畫了一本出來 我們就看看 到底他得不得 或者 不是的 真的太踩戒了 這本一定要用十八禁區 等等 這些方法其實是正面很多 而另一事 還有一樣 其實去到災禮 去到道德層面 是不是可以鼓勵大家 說你正經一點 我覺得是的 不是哭哭得透明人間 就是那個年代 對我也是看的 但是我會覺得 不需要一本同人 同人不一定是等於H的 為什麼要同人 一定要等於H呢 這件事沒有說過是 而且香港的普遍性 就是H的份量 其實是很少的 所以 但是我講到本 如果我問你男性向本的話 他H的比例是多少 不高 不高 不高的話 應該沒有問題 你這樣講 他們不需要害怕 問題就是 他們去掃一部分人 整體的效應 就覺得好像有人搗亂 他們覺得 我還是依然那句 新政自然就不害怕 你不要跟我說這個 關我事 我不是被人掃那個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感覺 他們有那種這樣的想法 當然 這件事我們都很避難 因為我們是第三者 一角度 我們不是當事人 我們也不是很直接 有什麼關係 其實大家如果一向有留意 無相依辯 他那個說法 我們永遠都是作為一個 我們提供那個資料給你 究竟情況是怎樣 法規是怎樣 希望大家自己去 自己有多些資料 資訊 你自己去 知判別你自己應該怎麼做 我們就不會教你怎麼做 所以也都 大家這集可能說 覺得說 我們兩位嘉賓 就是數碼那邊 有人可能講一些 和大家同一圈 有人不認同的東西 或者甚至我自己講 可能有些大家可能覺得 有些部分的位置 這個是個人立場節目 亦都是 問題是 不在我們三個人身上 問題是 在你們當事人身上 當然也都有人說 我作為一個消費者 我為什麼可以 不關我的事 問題是 沒錯 消費者那一群 大家也可以去 如果結合同銀 這一幫人 可以凝聚力量度 大家付出一分力 去做到一些東西出來 去爭取到一些東西出來的 歡迎 十分歡迎 但問題就是 怎樣去拿捏你們行動的方式 怎樣在現有法規下 去爭取也好 去要求一個改善也好 或者可以勾養所謂的 不了解制度 我們就走入制度裡 看看究竟它是什麼農料 就不要用一種就是 日本都可以 為什麼在香港不行 哇 大佬 荷蘭政府貼錢給你 叫雞 那你不是香港政府都要 雖然劏房合法 都可以做到 看看什麼時候 可以把槍打劫 你可以這樣說 都可以 我催你不著 但問題就是 不要用 日本 是怎樣也好 我們最上那兩集 新加坡 在金沙搞又土 怎樣也好 這裡是香港 大家要守回香港的法律 只要你還是在香港出本 的話 就要守回當地的法律 那如果那個法律 你不認同的 沒錯 大家是可以走的 也都沒有人阻止到你 但如果你想在香港 這個地方 發佈你的本 去發佈你和人的愛 去宣援你的作品 麻煩 老闆 看看條條文 究竟你有些什麼你要遵守 你的權利是什麼 執法方可以做的是什麼 一個成年人也好 哪怕你是學生準成年人也好 我不管你心智年齡幾多都好 每人有他自己的道德 社會和法律的責任 如果你們自己做了一些 超越了這個社會上 規限以外的事情 責任方不一定在主辦方 當然 主辦方可以做的事情 是比你們大 因為 他始終是管入場的人 但是 自己的立場 也是重要的 不要把自己身上的球 隱形了 每個身上都有一個球 但是自己那個 不是隱形的 我想這樣 因為我聽來聽去 其中一個 大家可以做正面一點的 就是 例如這樣 我自己可以判斷一下 是不是需要送檢 其實 例如 如果你說做到就做 當然是 希望大家有心的人 大家狡集 去幫發表同仁的人 去看 至少看判斷一下 是不是需要檢 或者其實大會 我其實不知道為什麼 如果我是一個 應該會檢查你 究竟買什麼 對 我也覺得很離奇 例如 書展 其實書展 其實是最好的 書展其實有人巡 一向都有人巡 如果他發覺 最簡單就是 例如 我龍虎炮打算開一個 booth 他一定會趕下去 如果他有十八禁區 他一定會趕下去 從那道理 動漫節長期都會有 那個 知識產權柱的 是可以到的 所以夾著知識產權柱 那兩個 是可以解釋的 客人來說 抱一個對抗的心態 是可以的 其實我又不是反對對抗 但是問題是 我們會選擇最有效的手段 我現在覺得 老實說 我就不覺得 用一個 和執法機構對抗的方法 會有成功的勝算 只是因為 我正站在推廣 動漫文化的角度來說 我就完全不覺得 對抗會有幫助 反而 如果上升到一個 很對抗的層面 只會越揭越大劑 尤其是 最簡單 這個我不知道 例如我曾經聽過 有些政客希望支持 我是反對的 說真的 一來我就會認為 動漫界是好 如果政治化未必是好事 如果你說太多政治人參與 不是好事 第二就是 老實說 如果現在香港 即現在認為有問題的那些本 你隨便弄兩本給那些政客看 看完我相信它縮到沒有影 即 我不相信有誰敢站出來高調去撐 那些 即現在認為有問題的 甚至乎 如果一個越 越 搞越大的 其實 最終是 其實最終是 毒者 損失 即劃的我都不認為很大損失 因為劃的其實現在網上發佈 不是做不到的 反而我都覺得是毒者的損失 始終我是比較傳統的人 我都認為看印刷本的感覺是不同的 很老實說 但你戒掉那些書 我 糟糕 你這個人說真的很沒有說服力 我是其中一個會劃一些書 做影印刷 所以你說是超沒有說服力 還有補充一件事 動漫界或同仁界 都有一件事叫會場限定本 會場限定本也不會買到很多本 你不會拿到會場限定本去劃 會的 我不敢說 我都會拿去scan 但限定是釘書釘那一種 他真的會剖開 我真的不剖開 我研究很多方法剖一些書 做scan 之前有一陣子要說 你不剖書 甚至我列舉一些積極的方法 大家又想一下有沒有能做 起碼我從繼續玩下去 這個目標去進發的話 我想了一些方法 例如香港社會主流很有趣 誰能賺到錢 他忽然地位很崇高 以前我那個年代 我十二歲的時候 基本上全香港的漫畫都是咸書 暴力 基本上當時最流行的是 北斗之權 城市獵人 那些書 或者最咸的是透明人間 嘩 你今天看回 二級都 都 OK的 其實 可能不是三級 但 我那個年代已經被人標籤是這樣 然後 一代一代 為他抗爭 當中 其中一樣 我都覺得很work的 就是捧一兩個真的賺到錢 發了大的畫師 例如那時候說什麼 廖三明發了 但買了一棟樓 忽然間 香港社會就是這麼奇怪 香港人其實不是一個文化 即不是文化鄉 甚至文化崇拜的人 說真的 如果莫言爛生爛世 沒有人崇拜他 忽然間才發覺 那件事就完全不同了 例如 這個是其中一個 我當年 其中一個社會 為什麼會忽然間改變了 看法的原因 就是 拜金主義 拜金 媽媽聽到 廖三明買了一棟樓 連我媽媽眼都會發光 即是社會慢慢就會轉向 這些是經濟 慢慢就會發覺 經濟節目 財經 一周財經等等 你就會發覺 嘩 今期訪問什麼 訪問Sunrise 即是那件事 一上升到那裏 搞兩搞 production IG 今天股價升了多少% 即是說這些 事情就不同了 升華了 其中一個正面的 Promo 方法 就是 有人說這些 但是 有人畫本畫到發了 是 很老一輩 或者是 很熟 或者是 很深入 就 不是大部分 至少提升 你說會去港股 我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現在主流漫畫已經去到那裏 馬榮城上了山頂買樓了 大家就開始已經不覺得 已經沒有人再提到 動畫是色情暴力 見到就蓋 我以前 我小時候 只要見到任何漫畫 在學校 基本上全部都是鹹書 全部都要蓋 但是去到現在 其實甚至乎 那時候 那時候漫畫 其實沒有人會覺得他是漫畫家 沒有人 那個 是漫畫佬 馬榮城 是漫畫佬 不是漫畫家 馬榮城 何時開始變成漫畫家 他是覺得賺錢很高級 這是我這麼多年誤出來的 例如 現在的動畫漫畫 其中一個社會 位置提升了 其中幾大程度上是經濟力提升了 這個很肯定 現在動漫的經濟效益是相當高的 在國內 賺錢 賺錢是相當厲害的 最簡單 銀魂 我記得好像QQ都已經買了一個版權 在大陸做網上發佈 很多這些東西都會有 用了一個天價去跟他買 如果你有看大陸 大陸的動漫之多 很多 我意思就是 如果 這一刻 主流動漫 已經是去到一個經濟層面 去到一個社會主流的經濟層面 我們如果你說 其中一個 你說本要推廣的 其中一個就是 將它放大再放大 即是我們多些跟別人說 有人說本畫到發了 等等 我反過來問一個問題 我們香港是不是真的沒有這些東西呢 史力加的群人 他們是一天 一個news的一個part 他可不可以造成時勢呢 這是一個問題 這是一天一天這樣做 例如你將本 提升到一個賺錢的層面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另一個方法就是 提升到一個文化的層面 沒有人說一定要去會展 中央圖書館那個科 我們不是可以預約的嗎 我們就預約他幾次了 既然衛斯理可以在那裡搞的 沒有說我不能搞的 本可以是文化來的 抽了那些廚師走 先 然後我再 因為家長 或者是一些主流 這些所謂的 反道德主義者 很多時候 就會被這些東西震懾了 就是 哇 這個莫言大師 大什麼師 我抽兩段 嚇一下你 隨便說兩段 你都已經 飄了眼水了 等等 但是 他們不會看到那面 他反而一看就是 喂 這個真的是文化來的 現在這個就是 是一個政治文化來的 可以提升到 最簡單 以前沒有人把漫畫當是政治文化 你現在是慢慢 日本的漫畫 是可以當藝術體的 沒有人說 鳥三明不是藝術家 外國會有的 香港暫時應該沒有 這是慢慢轉變的 你會看到 你 倫敦那些東亞研究下 會有一些branch 一定 所以我覺得 首先提升了 提升的地位是重要的 現在為什麼本 或者是同仁 為什麼被人 任掃任禁呢 其中一個就是 為什麼 剛才我們法理上 已經講完了 我現在是純粹情感上的 法理上就是要守法 沒有辦法之中 只有守法 而你說 情感上 其中一個方法 可以減低大家 社會不認同你 或者將你標籤做 鹹書 現在最慘是什麼呢 現在就像我 我二十幾年前的現象 就是 總之我一拿本書出來 Bad Jack都可以變成鹹書 你們不懂守寵自從嗎 阿Sir真的不懂 結果我自己 在我家學校 我也花了兩年時間 搞個賣話一寫 去爭取 放Bad Jack 入圖書館 這是可以做的 本也是一樣 那 先抽到的櫥 當文化教行不行 去到文化層面 大家蓋它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入獄 沒有理由 我們是文化人來的 你這一點我支持 這一點我支持 你將那件事上升 先 我們問回人家 又蓋 你不過旁邊蓋蘇童的 那件事是不同的 你會覺得 不是吧 你過來這裡蓋 你不過書展那裡蓋 今年年度作家 陳冠宗 陳冠宗今年寫什麼 寫了一個藍記的書 哇 這本叫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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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年度作家 為何蓋得 說真的 我沒有辦法判斷到多少是H 多少是不H 但是起碼 我作為一個普通動漫媒 我再去問一下 如果我隨便問一下一個街外人 他會覺得 紅人是什麼 很多人現在的基本 立刻的感覺就是反應了什麼 白人 你答到你什麼叫紅人都叫好好的 是 我覺得 你說中間有很多H的成分 算了 我和Janny妹是很大的分別 我覺得沒有問題 其實 我覺得可以的 畫多些更好 放在成人區 多些成人產品 我簡直是覺得應該推廣香港 甚至乎成人電影再拍 只不過是因為沒有人拍 因為賺到錢 成人展 例如搞磅 放在同仁 對 對 如果有成人的同仁 我贊成 只是因為 現在是沒有這樣的產品 沒有那麼適合 或者他沒有邀請 等等 成人都可以上台 我心目中就是 是不是應該可以先提升地位 這些都是比較正面的方法 我們現在是 一說到 這個不僅是同仁 是文化 又賺到錢等等 來扭轉社會的基本觀念 也不是說 現在最嚴重的是什麼 打開報紙一看 就看 select world 被人掌摑 聽說在賣鹹書 事情發 sobie獨在那裡 現在事情發生了 現在不妙再來 甚至我們是否可以去主流那些地方 去 我們 我意思 不是去 不是去 comic world 不是不是去動漫節 我意思是甚至乎 我就去書展 我要坐去陳觀中附近 我是不是可以再提升一下呢 很簡單而已 現在馬榮成拍門說要去書展開個拖 你去反應吧 當大哥 反觀 為什麼現在同仁是這樣 其實就是因為人人哭打而已 慢慢你如果再走一個 更激進的抗爭路線 我不認為對於這件事有幫助 反而先提升地位 我覺得比較實際 Janny有什麼補充 沒有補充 大致陣都是這樣 I am God,你再說兩句 時間都差不多了 你想那麼咳嗽我嗎 都是那句 作為一個節目 或者你可以說媒體也好 我們一向的立場都是說 大家要了解多一點 哪怕是我們給你的資訊 大家可以求證 所以我也很堅持 盡量都給我的原文 或者那樣東西從哪裡來 讀完整個日期 大家可以找到 大家可以了解 大家可以了解 同樣的道理 有沒有個別的其他媒體 或者個別的其他節目的資訊 是有問題 或者是錯呢 這裏不說 因為我們自己也可能會錯 也沒有什麼資格 所以大家最重要的是 當事人自己做任何抗爭也好 保留現狀也好 甚至是歸宿也好 都要了解究竟法律是怎樣的 知道這件事是怎樣的 最簡單的 不要相信任何人 相信自己 下手下腳去看 哪怕你自己以後都不說 但是 對於這條法例 對於怎樣去執行 或者怎樣去做同仁 是可以合乎一個香港的規範的話 最少是會多了一個人去知道的 好 今天到這裏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拜拜